但是不是一切都谈在阳光下 才刚被冯光源引设的媒体人周玉寇 今天又变成了媒体的焦点 因为先前爆料林顺文参加花花公子派对 这消息到底是打哪来 现在传出可能是马总统的御用律师 虽然周玉寇没有明说也没有否认 只说这个人是关键证人 还加码爆料 马总统还只是证明关键证人 不要出庭作证 遭到总统府严厉不斥 就听到了一些新闻界的人士所说的 就是总统有打电话给这位关键证人 当时消息曾副部长说 他有关心没有关说 我觉得很难过 所以他确实就打给宋耀明宋律师 对 执控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 参加花花公子派对 又曾驻川普大相 消息来源外传就是总统马英九 御用律师宋耀明 周玉寇怀疑有政治力介入 故意拖延传唤关键证人的时间 面对媒体追问 周玉寇还是没有说出宋耀明三个字 被质疑把手伸进司法 总统府第一时间澄清 总统府要外界不要 以而传而 联胜文阵营也不想随之起舞 周玉寇和联胜文之间的恩怨 短时间内还不会落幕 UJTV层面 小比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的 周玉寺文之间的恩怨